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工作寻找也好 或者是工作的团结度也好 都很高 那么长官的命令会让你比较头疼 因为你会搞不清楚到底这样做好还是follow your heart 你该听到的话吗 你可能觉得不对劲 这个时候要小心的委婉建言 那么另一个是狮子座 狮子座的朋友 你的收入会跟你的形象同步的水涨船高 所以形象很重要 把自己打扮好 或者是出入的说话都很得体 那个自然会让你在工作运上非常好 那么另一个是天秤座的 天秤座的朋友 事实上最近你挺热门的 你会深入很多团体 在团体里面声望很高 你会成为团体的领袖 那么社首座的朋友 你可以有出国运 那么你会有这个出差 出国的运势是因为 你很受到重视 长官对你寄予厚望 也想看你的表现 我们来看爱情方面呢 有两个星座 那就是天蝎跟双鱼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 最近大家对你的感情动向是很关注的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高调的公布你的爱情 别人会给予祝福哦 你自己本身也很享受这种甜蜜的感觉 而双鱼座的朋友 有机会因为职场的关系 而有职场恋情哦 当然双鱼座的朋友也要小心游怜生爱的问题 不管是你很可怜别人来因为这样爱你 还是你因为别人很可怜而爱上别人 不过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点小问题的 爱情的本质应该是快乐才对 我们来看财运方面 有三个星座 巨蟹水瓶跟摩羯了 巨蟹星座要小心破财 你有花钱的欲望 当然相对你赚钱欲望也很强 可是如果你花钱花得太超过 要记住 这是欲求不满哦 另一个是摩羯座 摩羯座一样哦 是我们说在财运上你有机会遇到贵人 这个贵人不管是指点你一条财路 或者是他很懂理财 你很想效法他 对你都很有帮助 而水瓶座的朋友 你有合伙运哦 你有遇到这种很棒的人跟你合伙 他愿意出资 或者是他也带动你的身价水涨船高 所以注意一下哦 多配合总是好的 而健康方面有三个星座注意 那就是白羊金牛跟处女座了 白羊星座你可以在这段时间去健康检查 因为这段时间的健康运还蛮好的哦 可以检查出你很想知道的问题哦 那么金牛座的朋友要注意 因为居家不宁的关系影响你的睡眠 而睡眠也会导致你的健康不佳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防噪音的问题 耳塞 眼罩等等 我觉得可以辅助你的睡眠 那么处女座的朋友呢 你应该要休息休养 这段时间其实休息比较好 不要把自己安排太多的工作 身心都应该让自己放松 或者是你可以多做一些幕后的工作 不一定要抛头露面 对你是比较好的哦